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来大家一天一款 MacToys出品的Buster Style Swing天火 据我所知MacToys会推出至少两个不同配色版本的天火 一个是眼前 今天咱们要分享的这款红黑配色的天火 另外一个版本的主色调是接近于G1的白色 而这款天火我们知道它的一大卖点 就是能和同一系列的擎盘柱来互动 组成所谓的天擎套 头盔是一个类似于宇航员面罩的设定 可以打开来 正前方是红色的面罩和天火红色的眼镜形成的呼应 后面有两个小天线 也是体现出天火作为宇航员的一个身份特征了 手臂这一块和身体的过度看起来还是比较自然的 中间加了一个飞机头 由于背后翅膀的存在 使得尺寸上有一个加成的效果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翼尖向后折叠 使得正面收纳的效果会更棒一些 腿部也算是修长了 从小腿的内侧来看 这个收纳隐藏还是相当不错的 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没有明显的一个空洞位 可动方面 头雕左右旋转上下 包括歪着脑袋都做得到头盔 自然可以向下翻 整个面罩戴上去是挺霸气的 手臂前翻平举 平举的时候注意 和胸甲有一个结合的位点 所以用力过大可能会崩开 小臂外卖内收 曲肘也是完全超过90度 那么手腕这块 其实活动的范围 包括幅度都是充分的 但是这个关节实在是太紧实了 特别第一次把握的时候 我简直是觉得 难道是粘死在上面了吗 那么腰身除了平转之外 还有一个向前翻动 虽然幅度不大的关节设定 那么在侧腰这个角度的时候 可能看的会更加明显 腿部向前踢 范围特别大 向后出来侧摆 外摆内收 屈膝这个可以看到 大腿极短 小腿特别长 那么脚板的接地性 也是不在话下了 前脚板和后脚跟 是独立可动的 而且向内翻 这个角度也是足够充分了 背包可以完全根据 个人的口味偏好进行调节 整个的翅膀 包括一件都能够向后折叠 提起来之后 火炮冲前 这个架势 作为一个攻击状态 也是不错的 攻击状态下 翅膀可以平放了 或者是翻转90度 这样看也是挺有气势的 尺寸方面是非常给劲的 可以看到比官方工作室系列的 老威要大了不少 另外就是和之后咱们要介绍的 天晴套组合的核心 擎天柱来做一个比照 顺便要提一下 这个擎天柱是需要外购买的 不要觉得买天火 这擎天柱就送你了 为了组合 先要拆解 这天晴套 是天火做出巨大牺牲的一产物 那么腿部的装甲取下来 背包 臂炮 这些都摘掉之后 天火就一脸懵逼的看着 擎天柱了 柱子哥也要把身段放低 才能组合 首先是一个大小腿的紧缩 那么脚板这块 基本上是人形到车型的 一个变化过程了 前脚掌和小腿的部件 进行一个摇合 之后是把天火的黑色装甲 裹在擎天柱的蓝色小腿之外 上半身加了连接件之后 大哥的罩杯就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瞬间变成了傲人的担风 那么之后 手臂 前臂 包括大臂 肩部靠外的地方 都有装甲的一个增强 背包放上来 支架顶一下 臂炮安装上去 好了 天擎套准备就绪 相信很多朋友 对这款天火的期待 更多的是来自于 这款天擎套的组合形态展示 一体性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胸口加了这个机头之后 向前突出的效果就特别明显了 仿佛这个形态柱 也能变成一架飞机似的 手臂上面的臂炮 也是大哥 瞬间变成了杀戮机器 当然安装了装甲之后 人形状态下的可动性 保持还是相当不错的 包括背后背包翅膀的调节 和刚才天火独立机器人形态的时候 是几乎一样的 这个重心把握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因为毕竟腿部也有一个粗大家强键的安装 背后的肩炮也可以向左右调节方向 那么说到腿部 可以看到这个结合还是比较稳固的 而且对于可动性 影响并不是很大 支持力度也算OK 向前踢 那么膝盖的关节 就变成了大哥本体 蓝色键和灰色键之间的一个旋转了 外摆内收 那么脚板的接地性 依旧是做了一个保留 包括前护腿板 有一个根部的面板 是可以随着脚板进行调节的 背包这地方 斜着向前撑的结构还是挺关键的 不然的话 背后的重心可能会把胸罩一并给拉下来 从人形的背面来观察 也没有明显的一个空洞会暴露了 尺寸对比 第一就是请出刚才的老V 来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另外去了外装甲的天火 总觉得特别有喜感 也是拿出来再次上进 这款天火的变形 虽然不上特别复杂 特别对比同一系列 之前的行天柱和威震天 整个的一个代入感和设计的巧妙程度 似乎没有那么的惊艳 不过各个所扣位的胶带 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 打玩起来压力不大 甚至你不看说明书进行一个盲变 应该也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因为整体的感觉 逻辑性还是比较强的 各个所扣位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的 那么腿部的变化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空间比较有限 相当于手臂和腿部 在载具形态下进行了一个叠加式的咬合 虽然整体所扣的位点比较多 但只要变形到位之后 面板线并不会特别的碍眼 也可能和深色调的使用有关 说话间咱们的天火也就完成了 从人形到飞行系形态的变化 相对于人形 我甚至更喜欢载具形态的表现力 一体性 没话说 尺寸是挺给劲的 比低级别的横炮要打得多 其实你仔细看 它的分色并不多 线条拉得极为硬了 进气口 包括机头的形状 我都是特别喜欢的 前面看起来 翼展也是绝对够劲 拿在手里有一种打游戏的感觉 翅膀肩部 可以上下进行调节 纹路是有刻画的 但是由于主色调偏深 所以你不拉近来看 很难捕捉到这样一个面板线的细节 三个支架 停靠是非常平稳的 主机下部露出了一些涡轮风扇的样子 人想象到这个家伙 应该是有垂直起降功能的 那么主体上面有很多插槽 也是为武器的安插埋下了伏笔 底盘来看 对人形的收纳很不错了 只是中间位置 显得会比较空洞 武器可以先完成一个自身的组装 之后做一个长长的火力支援 安插在机体的正上方 两边一样都可以进行一个组装的 这个时候 天火的飞行器状态下 显得攻击力就更强了 而且从G1开始 我们印象当中 天火在载具形态下 似乎总有两能火炮在主机体上 至今还记得 MacToys这条玩具线开篇做的那种经验 论变形的巧妙程度 这款天火不及同系列的 青天柱和微震天 但是玩法更多 与大哥的互动很亮 载具形态极为帅气 挚爱的红黑配色又额外加分 至今G1的白色还未推出 但其实天情炮是真人电影推出的概念 如此的配色也算是合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